從那天到現在我還沒看到她清醒 而且我看到她的臉一天一天的 像豬頭腫得那麼大 不像我印象中我那個寶貝女兒 掩不住口罩底下的悲傷 媽媽眼神透露滿腹心疼 哽咽氣酥女兒周玉英去了一趟拔鞋樂園 整個人都變了樣子 沒辦法 還尿 尿尿都一點點而已 所以醫生就怕她撐不過昨天 圓滾滾的大眼睛喜歡自拍 媽媽說她最愛漂亮 但現在全身83%度燒燙傷 脖子以下四肢背部 沒有一處是完整的 事發第一時間還能打電話給母親 但送醫後整個人昏迷到現在 都沒有好轉 學校的老師 同學也都非常關心 連校都有幫她集氣 有 我昨天有跟她講說 很多同學都幫你摺植植 幫你集氣 他們都在外面等你叫她趕快去 太崩潰了 因為我這幾天過得真的是 我看到那個樣子 我真的是好像心如刀割 周韻英是單親家庭 家中排行老三 為了幫助家裡的經濟狀況 半公半讀是媽媽的寶貝女兒 卻沒想到開心出門 換來一場噩夢 家庭經濟頓時陷入更嚴重的困境 未來在哪裡媽媽不敢想 只希望她快點醒過來 借夏軍城 張力宣 SN小組 新美食報導